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7月9日 星期五 这是一个录制的节目 我录的时候 星期四 港股收市5点半 大跌800点 成交大约是2052亿 你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你没有钱就是没有钱 我觉得 有几个原因 星期四八百多点跌市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真的 如果他这样搞滴滴 或者反垄断 那些资金会会缩 无论你是内地 或者是香港的散户 香港的基金都会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有部分钱 的确是要调回去 顶住人民币会加 第三个原因 可能美金真的不够 国内 我想三个情形都有 三个情形都有 所以大家最好暂时 避一避 等他玩 坦白说 这段时间 港股就容易跌难升 你这么快走进去捞底 或者甚至捞底 这些动作 是相当危险的 因为你不用怕 没有机会给你买 我相信港股的弱势 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因为没有资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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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大家看到 这么短时间跌穿 即是去到27,000多 那你想想下 你跌就容易了 没多久 过几星期 但你打算升上29,000多 有机会连底都未必可以 我估计 即是29,000至30,000 所以大家不要这么快 打算去捞底 除非你觉得某些股票 是比较守得好些 用来收息 公用股 即是那些长线都会上升 而你的判断 它真的会上升 譬如说公用股 但内地那些没有盈利 或者内地有很多 那个PE是高到 即是大家看到 先摩尔国际就是 你看到它一唱出来 说盈利增加一倍 股价都没有反应 为什么 因为股价已经派先了 股价已经派先了 所以就没有反应 就是这么简单 股价派先了 再加上一件事 它看不到你的前景 因为国内又打电子烟 美国又打电子烟 那你的股价没有反应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问题就是 大家要在这些风高浪急 而没有一个经济向上的动力 你捞底要非常小心 以及非常有经验才可以 好 那我们今天就会讲这个 大家看回营光幕的screen shot 都看到了 这个劏房的租务条例 我相信是 今天 即是出街今天 7月9日 就会刊献 其实 我相信 在立法会 就一定通过的 如果它通过了之后 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的年初 就会实行 但是大家看到的 营光幕 你也看到 这个 我相信是林郑在香港 林郑已经去到倒数时间了 我相信 林郑已经去到倒数时间了 应该 你看整个局 已经看到出来 所以我叫做 林郑 这个是否 可以叫做最后的善举 是吧 那她立法去保障香港人 做什么呢 保障你最少可以住四年劏房 哈哈哈 我想大家是不是要多谢林郑 香港人 你立一个法例 保障香港人最少可以住四年劏房 这些是很可悲 很可耻 很可笑的 对不对 坦白说一句 如果不是你的楼价这么高的话 何来会造成这个结果 对不对 那当然 我们稍后也会分析少少 说 他和中学毕业 为什么会一个这样一个这样呢 我们稍后会说少少的 但是我们尾段 会说这个最新的劏房租务条例 也就是告诉你 劏房正式合法化 行不行 现在告诉你 劏房是合法化去香港 非常可悲的 真的 真的 就是给这些人 搞搞搞搞搞搞到劏房合法化 我相信如果当年的英国佬 他绝对不会做这个 你只是变相承认香港的劏房 你还整个租务条例 因为昨天的港股大跌 所以钻石狗也有调整 就去到200% 美银现在未开始 星期三晚就去到87% 17个月 由35万美元升到65.5万美元 我已经将三月份第二期的投资日志 放入网站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的投资日志 会有一个重大改革 大家留意我们一路跟随 现在我收集很多读者 很多宝贵的意见 应该在今个月的第三至第四个星期 就会和大家公布 大家记住留意便可 这就是我们的图片 我们详细一会儿去到尾段 讲这个劏房的租务条例的时候 再详细和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打了科兴的 我相信大家会很失望 现在新加坡旅游气泡 好像改了名字 我记得我见过它改了名字 但我不记得它改了什么名字 旅游气泡已经不同了 因为搞了这么久 那不如不要搞了 其实 现在最新公布 就说新加坡 就修改过疫苗人数的统计准则 就只是计Moderna和Forbita 科兴是不计算的 新加坡一向都很走正面的 他就没有说科兴 即我不承认 他就说科兴我们要再等数据 暂时 只是承认Moderna和Forbita 简单说 如果你打了科兴 即是你不可以去新加坡 你要再补打Forbita 香港打不到Moderna 新加坡是很会走位的 它不会得罪你 但是它有些东西会捉紧 因为很明显 现在泰国也不承认科兴 所以我们之前说过 中国疫苗外交 香港疫苗外交 彻底失败 科兴各约那些全部都是留的 你产生抗体的能力 数量只是别人的十分一 你打了科兴 我不敢说 你真的有抗体 你带了些菌进来 我就不错了 所以其实它是正常的 很多 应该是01那些 有访问过一些街坊 街坊就说 都预计要再打过 那你又打了 是不是 我们老祖都说 这些大我孙没有用 不用我们面前势出来 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非常清楚 是留的 那你现在看到 一会儿大家看到 国内的疫情 在缅甸接让那里 仍然是严峻的 台湾真的做得挺好 你见到台湾昨日只有18宗 18宗 死亡人数还有三个 三级警戒延长到7月26日 即是再多两个星期 那就好惹了 日本再捐多110万剂的阿斯利康 昨日的下午抵台 那就捐都可以了 即是蔡英文 就不用搞那个高端 即是捐都搞定 是的 真的 你现在看到人家捐送都搞定 即是不用研发 不用买 是不是 大家见到 日本的疫情就反弹了 日本有八百 八千九百多死亡 我看看数字 八百九十六 即是它现在最新确诊 又有八百九十六 昨日就七百十四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 就是说 那个 宣布作为这个 紧急 即是变成了紧急事态 有机会 那个伸延 是在这个 即是东京奥运的期间 那它现在基本上 已经说了 东京奥运 可能就没有观众 即是直播 即是直播 我甚为怀疑 不是没有观众那么简单 可能是搞不到 因为如果你太厉害的话 你真的没办法重唱 大佬跑步 我怎知道旁边有没有 是不是 打乒乓球 我怎知道对面有没有 喂 你不要叫我戴着口罩打乒乓球 是不是 即是很多都是接触性 譬如说 雙扑 打拳 很多都是有接触性 不是 那你跑步它都在你旁边 不是 它剪了一下就麻烦 所以我 我仍然坚持我最早的 即是坚持我自己最早的意见 即是 今次的东京奥运 其实不搞好 比搞 真的 今次的东京奥运 基本上不搞好 比搞 你如果到时 即是真正是在 今个月23号就开幕了 那你如果所有的参赛者都到完 而你的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那你收皮更大事 即是虽然我知道有可能 有可能 主办单位就不让它不搞 因为所有事情都搞了 但问题就是 你再搞下去 而当时停的话 可能你付出的代价更加大 这个是日本自己想的 我们说中国 你见到云南那边 就有15宗本土感染 瑞麗就接让住缅甸 大家看到主城都封闭 全部居家隔离 为什么呢 因为疫苗不行 没有办法断到那个传播链 它一定要打辉瑞才行 我告诉你 现在 台湾就有 阿斯利康和Moderna 是不是 就快就有辉瑞 那就是 你看它的 看它的结果 已经很明显了 即是说 阿斯利康和Moderna 是OK的 香港 即是復必泰是OK的 在国内 即是国内的全部都不可以 是这么简单 如果有的话 它现在说 国内有10亿人已经打了 如果有10亿人打了 应该就断到传播链 没有可能还是这样的 不关那个Delta病毒事 因为现在很多已经证明 即使Delta病毒也好 这些都是仍然有效的 所以问题就是 即是你那些疫苗不行 是吧 我们先说了 香港一些地产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 当然是这个屯马线开 是吧 我也坐了这个屯马线去九龙城 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 为什么呢 其实地方是没有新的 但是呢 很多香港人都 譬如说你住在新界区 就不会经常走过去九龙城 为什么呢 第一 车钱贵 第二 经常要转车 你坐巴士时间长 如果我自己回答过 大约是 加上走路去九龙城 在元朗 大概是一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 那你就出到九龙城的宋王台站 出到这个宋王台站 但是呢 这个问题就是 大家看到 当这个屯马线出埋的时候 那边呢 那些人就不用转车了 就可以搭回屯马线 所以呢 你又去譬如说 沙田区 你又去这个 土瓜环区 你又去九龙城区 甚至去这个 观塘区 那样 所以呢 屯门有就惨了 为什么呢 你一开了 我相信每天 坐屯马线的人 是多过以前一倍的 那你上班的时候 就真的欠凳子了 我告诉你 真的欠凳子了 那有些就说 过分吹捧 那就是说 吹捧得太厉害 那突然间 土瓜环和九龙城的楼价 就会弹起 就有可能跌价 那我不敢说 这个 都是方便了 其实 就是我自己答过 都是方便了 虽然 就 我答过一程 就没得错 就是站 站 站也挺辛苦 因为你一站 基本上站成七个字 都挺辛苦 因为老人家站不到 其实 那就记住让给那些老人家 就是让给那些 那些 优惠座位 老人座位 就让给那些老人家 那问题就是 基本上 如果上班的时候 以我 我 我搭去 是下午 点几钟 全部爆了 那我回来的时候 大概就是五点多钟 都是爆了九成 上班的时候 一定死人 我告诉你 如果这样的状况 上班的时候 就人逼人了 当然 你可以去一下 这个錦上路 是吧 或者是去 何文田 或者去马鞍山 团马线 马鞍山 是最后那一站 那都OK 其实 那都OK 大家有一个方便少少 但是 那个车费很贵 就是我们搭到去 宋黄台站 都成十九九 我不知道 如果过到去马鞍山 可能二十六七元 已经是 那你想一下 来回就五十几元 那我们那个 就是第一水 第一水 那个 八达通 那个二千元 优惠 你不能去多少转 一转你五十几元 大哥 是不是 十转就五百元 其实我觉得 很贵 他应该要 要评计 那我又没有六十岁 六十岁有两元 是不是 好 这个就说 这个 都是跟楼宇有关的 就是赛格大厦 现在赛格大厦 深圳 就是疏散了 我听说 在地下 搞 那个 就是那个 巩固的工程 那他就很低调的 就不想被人知道 就是他想巩固地基 内地现在加强了一个超高楼层的审查 那法改委就说 不准 禁止 这个是禁止 以建五百米以上的高楼 国金二期 二期 国金二期 四百一十二米 九十四层 九十四层 当然大家楼层的楼底高度有不同 简单说句 如果五百米以上 就过一百层高 这些 以现在 我们伟大祖国的技术 就当然不要起了 其实他在那个文件里面 你二百五十米也好 一百二十米也好 他也是有监管的 其实国家都知道是有问题的 不过他就不会认 他知道有问题 但是不会认的 简单说句 就是说 赛格大厦当时 建这一类地标 是有些问题 他建一些地标 现在斗高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国家都是用这些方式 斗高 斗高就是一个地标 我越建的大厦高 就越代表我国家厉害 我不知道这些 这些概念是什么时候走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 有什么关系 是吧 当然你说一座两座有 但是你想想 现在赛格大厦就很麻烦 很麻烦的 因为你拆又不是 你不搞又不是 未必一定搞到 是吧 香港呢 我觉得就够了 不用再起那些高 你葛金以期已经很够了 九十几层高 我看上去我也脚弱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我们要讲清楚了 特区政府就走了出来 就说 之前华尔街日报那些 断章取义 这些在他们来说 可能已经叫做假新闻 如果行了一个假新闻法例 就能抓 那我在patreon 就已经说了假新闻 那大家如果加入了 就可以 就是可以 一会间 你就会听到 那个问题呢 就说 其实看完 ARC那份文件 就不是这样的 Facebook Google 撤出香港 实情是怎样呢 那立法 是禁止起底 政府就说 外媒 就是你讲这个 刚才就是Wall Street General 和这个路透社 就断章取义 他说过 他说重申 就会将那个文件 原汁原味 交去立法会 那立法会 现在一定过 对不对 大家看回 ARC就上载了 他在6月25日 向私隐专员发出的信件 在第五页里面 很清楚 大家在网上看到 第五页里面 有下面这一段 他说 科技平台 为了避免懲处的唯一方法 只有避免在香港投资 和提供服务 是有这句 而特区政府 只是拿着 Google Facebook 和Twitter 都没有说过 其实这句 已经代表了 Facebook Google 或者Twitter 如果你原汁原味 将这一段 这个所谓的私隐条例 摆上立法会 而立法会过了 他没有选择之下 只有避免香港投资 和提供服务 这段是有解的 有很多读者 就立刻说 正常外资离开 如果Google Twitter Facebook 他们都被逼 我用被逼这两个字 被逼要不在香港 投资服务的话 其他的institution 是一样的 一定的 因为你这个私隐法例 坦白说一句 如果这个Walshuit Journal 在香港有的话 就连他都被逼 因为说他假新闻 抓人 封艇 拿伺服务 所有公司的文件 职员全部 可以告刑事 那别人一定走 你说对香港的楼价 没有了外资 有没有影响呢 有些读者就很聪明了 看 内循环呢 未必有很大影响 但是当你套现的时候 就有很大影响了 就是说到时去到一个这样的状况 还有没有人去承认你的港元地位呢 我相信已经没有了 如果你连Google Facebook Twitter那些走完 根本没有人再承认你的港元 就是那个所谓的 联系汇率 已经没有人承认的了 那无论你那个楼价 是值一千万的港元 或者是九百万的人民币也好呢 到时你那个港元或者美金 港元或者人民币 你要换回一些外币 而离开香港的话 我不敢想象那时那个 美金或者是 英镑那些汇价是多少 我不知道 但一定会大跌 肯定 因为如果玩到这样的话 都不需要 承认你港元或者人民币的地位 就是了 你和外界都没有接触了 那我承认你干什么呢 对吧 如果玩到这样的话 这个大家要注意 你说你自己层楼多少钱 没有用的 你说你自己层楼值一千万 差不多是一百三十万美金 可能你拿你一千万港元去换个美金 可能剩下五百万而已 就是那个价值可能剩下五百万港元而已 不奇怪的 因为币值是别人承不承认的 现在是全世界都承认美元 欧罗那些 就是你拿个人民币 走去美国 或者你走去欧洲 你看看你可不可以换到现在这个 这个牌架 一定不行 别人都不承认 大银行的 甚至不跟你换 小银行 或者一些找换店 可能就用一些黑市价 跟你换 就是譬如说七折 或者六折 好了 我们说回这个 这个也要和我们 香港的楼价很有关系 香港的楼价很有关系 你现在看形势 七七七应该很快会收工 我之前都已经说过 我说它是很怕疫情完结 因为疫情完结 它就收工 你一见到整个世 中学毕业 气势如虹地上 对吧 我其实对于肖泽怡 我是印象挺好的 你见到她是很温文 即是她的人高之外 她是挺温文耳牙的 其实她的学力应该不低 你一比她说话 和中学毕业一比 你已经见到两个人来 她都读稿 这个都读稿 但是中学毕业和她是差很远的 你见到 那当然大家都要读稿 那么七七七呢 最大一个问题就是 她的利用价值已经结束了 简单说一句 犯修例 再加上国安法 结束了 那她自己也很聪明 二十三条我不搞了 如果你二十三条不搞 就修你皮了 很简单 是吧 大家看到张建宗 你就知道了 张建宗是香港第二把手 他免他职 是没有一个免职的理由 就是你修皮了 那还有一件事 他叫他修皮 他自己都未知 是别人告诉他 他才知道自己修了皮 现在七七七最害怕这件事 所以他说十月就是他读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如果策略上来说 你见到现在中学毕业这样上发的话 无论习可不可以连任都好 七七七都是完完的 只不过下一届真正上行政长官的位置 你都不会跟你搞那个假新闻立法 因为为什么呢 何英伟和聂德权 都是七七七的外长 七七七一走 我不觉得他们会留下 那既然是这样 我为什么做个丑恩和你搞 我也不知道做得多久 还有我相信现在七七七最担心就是 中途分分钟就免了他职 然后中学毕业就上了 先做住个处任行政长官 现在他上这个政务司很明显就是做这个动作 其实你看到大饼权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因为他做一哥 或者他现在做保安司也好 他也是说了些东西 你看到他没有什么改变的 而他也不搞二十三条 为什么呢 因为问题就是他顶头有一件 有一件中学毕业 无论怎样都好 是不会轮到他做行政长官的 怎样都好他都要等五年 白点说句 五年给官你做 对不对 所以他也不搞二十三条 除非你给我做行政长官 他一定不会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整件事 有些人说 喂 为什么这么多有学历的人 他都不找 是要找墨基呢 这样 共产党的惯用手法就是这样的 当时毛泽东 就很在乎那些农民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农民不懂 他只要给少少甜豆的农民 例如给他不懂的做些城管 或者给他做些干部 他便立刻二文二武 立刻松无松义 为什么呢 我这么低学历 你让我做 就是让我飞上来 对不对 这些就叫做找一批人 打一批人 就用这些低学历的人 打那些高学历的那些 譬如教授 学者 他用香港用同一个方法 找一批人 打一批人 大家看之前历史书 所以你看到 袁国庸那些 他不会看你 因为他知道你不会卖他 他知道你不会 因为你已经是教授 你有学识 周永生那些 他不会卖的 不会的 任何有学识的人 共产党都不喜欢 为什么 他知道控制不了你 他便找一些低学历的人 打你 这些就叫做找一批人 打一批人 刚刚跟外国相反 但是当时毛泽东 看人看得很准 心理上 你想想 我这么低学历 我都可以让我做到这个位 那我做不松无松义 那为什么那些城管 在国内 随便在YouTube都看到 就看到那些 就是踢够别人的锣 踢够别人的猫 为什么 因为我水鬼星成王 但是如果 比如肖扎仪 我相信这些 一定是 有非常高的学历 他根本就不会做这些 我这么高的学历 正常 说句话 我都想过 你看看他说话 他自己说话 他说话想过 但中学grad 就不是了 他就言论自由 他就有言论自由 我说什么 为什么 我松无松义 对吧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 背后原因在这里 我们说大湾区青年就业 怎么说呢 香港01就有访问到一些内地人 一些内地人 那些内地人 他觉得 其实林郑搞这些所谓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基本上 就很表面的 何为之很表面呢 表面 他就做了国家给他的任务 实际上 根本就什么都没有 什么支援都没有 港府招揽人才 欠缺诚意 看看 有2000个名额 但截到前两个星期 只有300个青年人通过这个计划入职 原因在哪里呢 林郑呢 就只是搞了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compensation 你有18000元个月 10000元香港补贴 8000元内地厂请你 你去建工呢 如果他请你 你回去吧 什么支援都没有 年半之后我怎么办 不知道 你自己搞 什么支援都没有 大家想想一件事 现在国内已经要减工 工人深圳已经减工 我说深圳 你想想国内的失业情况 多严重 你还叫香港青年人上去 我们先不要用阴谋论去看 大家看看 什么才是青年就业的真正问题 最大问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将我香港青年 就像波那样踢上去 没有任何支援 即是你考虑我是一个23岁大学毕业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去建工吧 建完工之后 你上去做事吧 你有万百元 一万元香港出给你 八千元他出给你 接着在国内怎么办 不知道 做完年半 不知道 我怎么去找地方住 有没有宿舍 怎么吃饭 我怎么平时回来香港 全部不知道 怎么办 完全没有支援 好 倒转 国内来香港的人才 大家看看 他只出过去很多青年人 持观望态度 担心在内地找不到工作 工资不高 这个计划对他们有帮助 但很多青年就问 他说 那我做完年半那怎么办 你跟着没有一万元补贴 那我怎么办 不知道 不用回答你 非常差的态度 那便没有人去 就是这么简单 那便没有人去 是 国内来香港 大家看看 2016至2020年期间 深圳引入的人才 120万 2020年 即去年 深圳大学及以上的人口比例 是28.8 即深圳差不多有三成人 是大学毕业的 而2021年 即今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深圳的往常人口 已经去到1756万人 即是多于1000万人 其中很多是高端人才 但问题是 很多这些高端的人才 希望来香港发展 香港引入专才 但问题是很多事情是很麻烦 签证麻烦 住宿麻烦 去这间大学 如果我去多一间 行不行 不行 再申请过 凡所的审批流程 高楼价 高生活水平 高支出 谁会来呢 所以这个国内的人 他都说他都不会来 他都不会来 很麻烦 如果这样做的话 坦白说 他只不过是将国内的任务 要搞一个国内交流 就搞 这样 接着 什么继续都没有 他是没有用心去搞的 你看到他卖了300人 接着我怎样呢 我年几之后 你没有了compensation 他又不请我 那他去哪里 在内地的 楼价又高 手续又麻烦 这样又不行 这样又不行 我不如回深圳 对吧 现在更加不用想 因为香港和深圳一样 对吧 好了 我们说这个 即是香港 你没办法有人才 刚才那个内地人都说 他说 即是 香港不是没有人才 很多 回到内地 那些年轻人很聪明 他说 但是问题是 他既然是金融人才 你为什么不让他留在香港 对啊 对吧 坦白说 很多讲一句 他国语都不懂 对吧 那为什么你不让他留在香港呢 对吧 内地根本就出不了 18000元请他 大家看到了 工人的平均工资 都是5000元而已 一般这些做委员的 怎样会给到18000元 你呢 即是没有compensation 他最多1万元而已 那你只是叫他走 对吧 因为他住的房子 都要四五千元 那剩下几千元 只剩下一个月 只剩下几千元 他在国内怎么生活呢 在深圳生活不了 即是你根本就没有一个 即是林郑那些 是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想啦 一脚把那些人兜了上去 上去深圳 其实深圳本身 他比你更艰难 他都想到香港去找工作 但你这样做事 其实很表面 表面就说 喂 你们回去吧 很多年轻人就很相信他 哇 即是政府都 鼓励我们回去 实际上 什么东西支援都没有 谁回去呢 对吧 坦白说 你虽然说18000元 不用洗呀 不用吃呀 不用住呀 实际上跟香港一样 那为什么要回去呢 有三百个你已经偷笑了 告诉你 好了 我们讲回这个劏房租管 之前已经讲过 今天就开始罕宪 跟着就上立法会 一定过的 要么就是今年年底 要么就是明年初 实施这个劏房租管 简单讲句 就是说劏房香港 从此合法化 这个劏房租管是很简单的 几句话就讲完 第一 起步的租金 没有限制 起步租金没有限制 第二 一般我们租楼 一年生一年死 他就是两年生两年死 中间的加租 每次加租 最多15%封顶 讲完 其他所有那些 一般都是正常的租务条例 当然就要日立这个租契 立这个租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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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得这个租契 应该就要 打打打打打打打印 印花税等 那些要付钱 我们讲了一个基本 先 一讲 现在的劏房租务就是这样 我们接下来再分析 问题就是说 我们运防局局长陈凡 我个人觉得 他应该就完全是不熟悉这些劏房 我自己在太子深水埗区住了二十多年 我相当熟悉 而我小孩的时候 我是真的住过劏房 我住了十年劏房 基本上 所以我是很熟悉的 我告诉大家 没有人是想长久住劏房 没有人是想长久住劏房 住劏房也是被逼的 这是第一个 还有在劏房里面 绝大部分 应该说 都有一些短期的租契来 就是说半年 甚至很多是没有租药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下个月交不交到租 你明白我说吗 很多是打散工 大家听到很多 TVB那些 他住劏房 他下个月可能要问人借才交到租 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平坏的租金是多少 所以根本上 他是不会跟你立租药的 因为立了租药 你就要告够他 他交不到租 如果你告够他 最后损失就是你自己 我说的业主 他都交不到租 那你怎样赶他呢 当然 劏房不同的 有些劏床位 所以大家知道一件事 他跟一般的租客是不同的 很多劏房是半年的 三个月 半年 九个月 三个月三个月 他一定走法律 走法律 很简单 我当是 业主的朋友 他借我住宿几天 是这么简单 那你是不是逐层逐层去呢 这个已经是 基本上是不贴地的 不贴地的 因为他根本上就不知道下个月有没有钱 特别是单棍那些 那他怎样跟你立租药呢 我如果下个月没有钱的 我是做省工的 那我唯有走 跟着可能去住公园 好些的我就租一间漂亮些的劏房 差些的我就租一间差些的 差些还有差些的 再差些就是租床位 他怎样跟你立个租药呢 那你跟他立个租药 你看他的款 整条咸鱼那样 对鞋又穿埋的 你立了租药 你觉得他会守租药的可能性有多高 所以这些是完全是离地的 其实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你有一个 起租的空窗期 因为你起租 没有说起始租金是多少 两年之后我最多可以加15% 即是每年7.5% 其实每年加7.5%租金都很金 已经是 每年加7.5%租金 即是告诉你什么呢 即是说楼价可以升7.5% 对不对 你想想 你是劏房的业主 你起始租金会加多少 他现在又说不让人加那些电费 水费又不让人满收 那我一开 那又怎样 加够你15% 即是说两年里面他加你三成 即是告诉你楼价两年之内可以加三成 对不对 同步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件事 根本特区政府 用尽千方百计去顶住楼价 去顶住楼价 还有一件事 现在就是告诉你 劏房合法化 劏房合法化又怎样 多些人做劏房 跟租务条例就可以了 但你想想一件事 消防那些全部还没搞好 消防安全 全部还没搞好 大家看到这个黄女士 突然间就加租了 为什么不加租呢 我加你的户子租金 最简单 我加你15% 两年之后加你15% 既然你政府给了15% 我就加到它尽 即是两年 我加了你30% 两年楼价升30%还不厉害吗 那你就看到了 对不对 政府离地根本不了解 还有一件事 你不让它乱收那些水费 电费等 坦白说它有那个管理费 大家知道这些是赌市的 的士上的士下的 我就在那里加你 倒垃圾 倒市 有些是倒市的 真的要 我们之前真的在的士上的士下的 小孩的时候 我就在那里加你 那200元 300元你给不给 不给就cancel它 你自己拿垃圾下去 对不对 你自己的士下去 你走不走 三四层楼 晚上是这么简单 不加不紧要 不加不就不做 没有啊 没有人去拿垃圾啊 没有啊 没有人去的士上的士下 那就是你做的 这些是离地的官员 我告诉你 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香港 为什么不搞得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听博文伯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 大家都经历了那段时期 香港之前 确实是有租务管制的 但是九几年就取消了 香港为什么不能够有租务管制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你的楼价没有管制嘛 你限制了租金 那就是变相地限制了楼价升幅 就是等于波叔 我一个月收租 收一百万的 我供楼供一千万 那那层楼怎么买呢 对不对 那你说 不是啊 我一个月供楼是百三万的 我收租收一百万的 那我就可以买了那层楼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的嘛 那问题就是 你不限制楼价 你只是限制租金的 你就一变相告诉别人 那楼价可以这样加 对不对 明不明白 我们一看就明白 就是等于深圳 是啊 工人减薪 工人不能够加这么多租金 加这么多津贴 但是一样东西 交税没有少到 租金没有少到 平时的食用 平时外面的消费没有少到 那你就硬减了我 对不对 那问题在这里 大家看看这个 社联呢 它有劏房租金估算水平 这个表很清楚 那我就不重复了 大概 现在是一个深水埗 没有任何设施及间隔的地下一湯二 起算租金就是2691 这个是起算租金 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房子出现的 好了 你加住户人数加钱 独立厕所加钱 有窗加钱 有窗加钱的 有窗加473 两房加1,000 有升降机每高一层加31 没有升降机减86 木製板间房减92 板间房真的很大 我之前住的就是板间房 寮屋减620 其他如单位如国仔床位天台减786 大概一般 一般 两大一小的家庭 两个大人 一个手铺 住一个一汤四的天台屋 听着天台屋 天台屋是很论盡的 五楼没电梯 没间隔 有独立厕所 没厨房 有窗 多少钱呢? 3,558 便宜了给你了 2019年之前 是4,500多 第二 两大一世 同样 住在观塘 唐三楼 没电梯 没有间隔 一房 有独立厕所窗户 一汤二 估算租金5,300 便宜了给你了 2019年之前是6,500 那你便看 有了价钱表 你现在做租务管制 其实一件事 你是助纣为约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会跟 怎样跟 谁会跟你签一张约 再去打尼印 这套契弟 这套咸鱼 穿着周星馳那对穿空鞋 他的屋子会和我租两年? 他有钱租两年? 不是吧? 大哥 你一问他 我租三个月 三个月 你还要快点给我钱 我怕你走老 因为很多租的床位 他只有一条 一条而已 什么都没有 床位就是他全副身家 那些两大一小好些 但一件事 如果他没有钱给租 你逼他老婆去做鸡? 不行的 对不对? 所以绝对不会跟你签约 那他又怎样? 我当亲戚在内地下来给他住 是吧? 三个月之后又怎样? 那就再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 就再三个月 就是这么简单 陈凡局长 住劏房不是你想想的 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些人长期住劏房 一住住四年同一间? 有 不过很少 有 不过很少 大部分都是短期租约的 所以他这个根本是废的 但他这个给了一个很大的指标 就是告诉人 第一 劏房合法化 第二 楼价 每两年可以加三成以上 因为你做了个数字出来 你给他加租 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实际帮助的 对劏房 我告诉你 你就知道 香港人就是这么悲哀 对吧 大家看到这个 社联成功收集了 2108个劏房户的数据 整体受访的劏房户租金中位数 就是五千元 我也说的 是五千元 百分之七十八 等于公屋 七十八之中的五十八 等于四年以上 百分之二十七 有同住家庭成员 包括长期病患 或者精神康复者 他怎样跟你签张两年加两年的合约呢 租约呢 你告诉我 陈范局长 你自己说 以与儿童同住的受访住户为例 72%受访月入低于贫穷线以下 34%过去三年内曾经搬出搬入其他劏房 主要原因就是方便上学 养育小孩和结婚后迁出 劏房是过度的 但是搬了之后 百分之六十九受访者租金上升 74%因为支付搬迁开支 几乎耗尽积速 耗尽积速 他刚刚搬过来 他两个月之后没钱给租 那你是不是告够他呢 你告够他 你看他够一条 他怎样赔钱给你 这张租约根本是废的 甚至百分之三十七 需要借钱应付搬局开支 这个陈范局长 和777 你就在空中楼角内想法例出来 是这么简单 你只需要走下去 住一轮 你自然知道那些是什么人 根本我不用看 我都知道这个法例是行不通的 因为我经常行这些 第一我自己住过 第二 基本上我在深水埗这么多年 没有可能有人想住一个劏房四年 不要说四年 两年都没有 因为为什么 居无定所 坦白说一句 如果他真的有钱 他就不用租劏房 正正常上租过八千至九千元 是不是 大家看看下面 一人住户状况 显示有43%的一人住户租金比例 是超越五成的 就是说他赚一万元 交了五千多元住劏房 他只有五千多元 你想想他住不住得久 百分之三十三长期病患 46%承认以目前收入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劏房租盘选择 过去三成 三年内搬过 但是五成表示搬后租金再加 百分之三十五居住面积减少 23%形容搬后换来更差环境 那你就看到 造成劏房的原因 就是因为楼价的升幅 没有限制 再说深远一点 就是因为公屋不够 来来去去都是这样的 你做租务管制 就一定要限制原先的楼宇管制 否则是没用的 他现在做这样的 边商就告诉人 那层楼 楼价可以两年加三成 那楼价就更加飙了 那么简单 特区政府这么久做的事 都是希望保住楼价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一次 阿习这一次 香港的大风暴 我不敢说他可以保住楼价 当联系汇率一脱钩 我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 你要卖这间屋出去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换多少美金 或者多少欧元 我不知道 就是大家要计算这条数 大家看到这个 四年租住权 限制逐租的加幅 禁止满收水电 如果你满收水电费 最高罚25000 其实他不需要满收水电 我们已经说了 不需要的 水费他就要除 电费就要除 大家看到这个单位 对吧 最简单一样东西 收你就是 譬如倒垃圾费 或者那些集费 最简单就是收你这个 你一定要付 因为不付 你自己做 那你自己就拿垃圾下去 那你自己就把垃圾下去 对不对 你想想一样东西 譬如有个女士 那你会不会让女士 这么晚走下去 走楼梯 刚才大家看到了 五楼六楼那些 天台那些 你走不走 所以这些一定要付 没用的 他水费电费不满收 但是一样东西 我在那个集费里收回 你就一样 我加你租 起此租金加 你就一样 大家看到 这个劏房叫大的 这个叫大的 不小的 我当年我们一家人住的劏房 是只有这个房的一半 一半 应该比一半 这个劏房叫大的 很多在深水埗 在鸭寮街 很多这些 我几乎 那时候一两天 就见了一两个 大家看到这个 买完房子 反而还不开心 现在供楼不是供到五十岁的 你如果三十岁买 三十岁买 那你拿尽二十五年的话 就供到五十五的了 就是大过我现在的 就是还老过我现在的 那这个就是最主要的问题 最主要就是你楼价太高 他现在还做一件事 谷高的楼价 所以哪里有外地专裁 内地一定有专裁 我经常说 国内那么多人 怎么会没有专裁 没有可能的事 他怎么会来香港 你看到香港 第一 样样季 第二 搞政治 第三 根本没有任何人欲的元素 在里面 即是我要搞这个创科 我要搞这个电子 我要搞这个科研 什么都没有 起了座野 数码说 搞定 那怎么做呢 没有任何的预算 没有任何政府的支援 拿你少少钱 好像拿你命 那样 明天就要交 做完之后 有少少的成绩 那个专利 立即被内地拿了 谁去科研呢 我都不科研 对不对 我想到 坦白说 我都不说出来 我都没办法保护到我的知识产权 对不对 问题是在这里 那你想想一件事 即是你现在卖了房子 真的不开心的 假设譬如他30岁的话 你想想都害怕 二十年供楼 绑死你二十年 你现在深圳那些还害怕 不能卖 二手楼不能卖 因为银行不做按揭 那真的绑死你二十年了 国内那些 绑死你二十五年了 国内那些 那些情况 现在新 即是现在年轻一代 现在年轻一代 便面对这样的问题 香港是几路夹工的 政治 经济 财政 失业 没有发展 走不了 不是个人都移民的 有些没有能力移民的 有些没有能力移民的 死局 简单说句 很多是死局 所以香港很悲哀 其实 希望 习连任不了 下一年 在2023 2024 年 有更好的转变 我们唯有 就是 不要想事想得那么灰 是吧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钻石狗组合 港股突然跌800点 所以 去到200% 我们的网织 youtube 投资笔记 7月份 如果大家有兴趣 美股可以订阅 好 投资日志 7月份 我们已经说了蓝月亮 接着我会跳一跳 先说月秀服务 接着就是时代天使 领展 中国中缅和李宁 在8月份 投资日志 会有一个重大改革 应该在今个月的第三 第四个礼拜 就会和大家说 现在在收集很多读者的宝贵意见 大家记住 到时留意就可以了 好 即使投资日志 有重大改革 收费不变 只是每个月由9篇 变为8篇 但我会写更长 投资日志 和youtube投资笔记 收费不变 迎光幕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我就不重复了 有转数块电邮 PayPal帐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youtube下留言 就可以 大家电邮给我 hongkongfinancial at gmail.com 就可以 接着会有我们的youtube 英文财经频道 和我们星期六的一周股市大事 大家记住听完才过周末 好吗 好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一周股市大事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